人氣Youtuber可以一定擁有活辣的身材 以及隻帥的個性 吸引超過60萬人訂閱頻道 他在今年初公開了前男友的模特照 坦言自己在8年前造對方掐脖子、剪頭髮 造成了很大的陰影和傷害 只要聽到對方的聲音或是看到照片 就會情緒激動 甚至非必要絕不去前男友住的區域 雖然他在那段感情中有劈腿 但他表示誰沒有過去 坦言已經面對自己犯的錯 沒曉得隔天對方就揚言提告 且前男友還強調自己並沒有傷害奎丁 那是暴行士另一名男子所為 將責任推得一乾二淨 奎丁透過影片公開這件事情時 忍不住落淚直呼這樣真的很過分 不過前男友早在1月底就說要提告 但直到3月都不曾受到純正信函 不知道是在運送中或是只想恐嚇他 但他不會沾門不吭聲 霸氣表示要告就來告 可惡 至於不不敵人 大為蘭 似乎